一代是华为的 然后正品 鼓掌也是华为的 手机壳也是华为 但是这部手机就不是华为的 我觉得我自己被坑了 您好 我们福州市市团阅诺管理局的 就是我们想来跟你了解一下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接到一起投诉 对 是这样 客人一起来买一部手机 我们先给他推荐了 起来千到三千轮的机子 然后想要更大V点 四中的话也是千多 那有点点销售的机子 给他进行推荐 客人说这个行就帮我拿一台 销售人员 在监控底下也是有跟他对好 型号配置颜色 这个销售单 然后客人去了华之后 客人就买回去了 那几天朋友跟他说 这个价格 这个机子的性价比不高 他给他们去买华为的其他型号 但是机子反而是已经拆分帝国的 我们这边是没有支持 欺骗无理 对 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顶桥手机 是华为手机吗 它是华为的自选手机 那华为自选是什么意思 它是它自己产了 自己授权销售 那你们有没有跟消费者介绍说 这是顶桥手机 华为自选的销售单给我们看 你们销售单上面写的是华为自选 没有写是顶桥手机 现场你看 TD Care就是它顶桥的品牌是吧 M40是型号 那你要我就不知道啊 我以为是你们华为新出的一个 如果发生纠纷了以后 即使你说你有介绍 但是你也没有证据 你们标识不够明确 应该你要华为自选 然后台字型号写出来 早上我也想后台 这个情况 总部它也是把负责 消费人的负责 我们会终合参考这个方面 这个顶桥能在你们华为售后 享受你们华为的服务吗 它有专门的售存服务点 但是跟华为不同的一件 那消费者也想换成你们华为自己的机子 对不对 其实这也是合理的 说明它是真的要买手机的 消费者在今后购买商品的过程中 要注意跟店员核实品牌 型号 价格等商品参数 以免发生纠纷 修行 节目